桌上一包包用夹链袋装着的物品 都是学校送给国医新生的入学礼物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到医院体检的时候 要尿疫检查的医疗用品 感觉是要验尿吧 我会觉得它像验尿的 乍看之下还真的有点寒酸 打开一看里面放的居然是棉花棒 白纸 白米 咖啡豆以及橡皮筋等物品 不禁让人纳闷 怎么会有礼物长成这个样子 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学生收到时当然也是一头雾水 直到校方解释之后 才知道什么是理清情义重 当然拿到的时候会觉得 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 可是在拿到的当下 其实学校会一件一件跟他做说明 那孩子就会懂 因为我们的孩子其实是懂事的 国中新生入学刚好是13岁 送这13项礼物是有意义的 像是橡皮筋代表保持弹性 咖啡豆更是说明苦尽甘来 在粉红色的纸张上 就有清楚表示所代表的意义 阅读完文字说明后 或许就能肯定这份礼物的特别所在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可以试看看真的 因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说 送学生这种东西 但网路上的说法 每个人每个的说法酸民多嘛 我是个人觉得说 以家长角度我觉得很有意义 这一份份礼物 还需要透过人力来做包装 相对于直接买成品 制作起来更加耗时 而且这个做法 校方已经持续了三年 送文具容易啊 你可以你买了之后 厂商就帮你包好了嘛 就你也其实不要花什么人力嘛 其实代表的心理比物品有时候更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孩子有时候 也叫孩子媳妇这件事情 国中新生入学礼物 虽然造成正反两面的回响 不过学校仍然会继续秉持教育初衷 深信这份礼物虽然频繁 但别具异议 记者郑光佩装说 听高雄报道